大家好,我是珍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之前给大家分享过一个Trojan V2Rain SSR的六合一的脚本 但是最近有一些朋友在我的YouTube下面给我留言 发现这个脚本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证书下载不下来等问题 真的这些问题呢,我又重新写了一个六合一的脚本 虽然从功能上看,这个脚本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其实代码几乎是重新写的 所以花费了不少时间 好,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看一下这个脚本如何进行安装和使用 这个脚本支持的系统版本是 Dubin 9和10,Ubuntu 16,18,19,还有CentOS 7和8 在安装之前呢,需要申请一个域名 还需要搭建一个VPS 并且这个VPS已经和域名进行绑定 好,我已经在谷歌云上创建了一个VPS 并且这个VPS的IP地址和域名也已经绑定成功了 现在我们直接进行安装 这个六合一的脚本我会放到我的博客里 待会我会把博客的链接放到这个视频的说明里面 大家只要打开这个链接 直接去看就可以了 但是要注意的是 之前如果使用过我脚本的朋友 要注意一下这个脚本的链接发生了变化 需要您去打开我的博客 去复制这个新的链接就可以了 我现在创建的VPS的系统版本是德品10 好,我们直接进行安装六合一的脚本 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 旧的六合一脚本当中 如果已经安装了其中一个脚本 想要安装另外一个的时候 必须全部卸载前一个脚本安装的内容 才能进行安装第二个 现在新的六合一脚本不需要这样做 比如说您安装了1 Trojan Ingex 您想安装2 Trojan Caddy 您直接进行安装2 就可以了 因为在安装2的过程当中 会把1的内容 卸载掉 但是如果有重复的 比如说1跟2同时都需要安装Trojan 那么2就不会卸载1已经安装好的Trojan 因为即便卸载掉了 安装2的过程当中 还需要进行安装Trojan 这样无形当中浪费了时间和资源 所以就不会卸载1中的Trojan 只会卸载Ingex 好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先安装1 Trojan加Ingex 直接输入数字1 点击回车 这时候开始升级系统 升级完以后安装所需要的依赖包 依赖包安装完成以后 提示输入域名 这里要注意的是 如果是用Cloudflare解析的域名 那么我们需要点击一下小云彩 让它变灰 好,我们输入完域名以后 点击回车 这时候开始签发证书 提示需要输入邮箱 这里一定要输入一个正确的邮箱 不然证书会签发失败 输入邮箱以后点击回车 确认一下如果邮箱正确的话 输入外点击回车 这时候开始签发证书 好,我们往上拉一下 这里提示证书已经签发成功了 并且开始安装Ingex Ingex也已经安装成功以后呢 提示需要下载伪装网站 我们只需要按对应的数字进行下载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选择3点击回车 这时候开始下载伪装网站 好,下载完成以后呢 解压 好,接下来就是安装抽枕 这里安装的是最新版的1.15.1 然后提示输入抽枕的密码1 这里可以设置两个抽枕密码 比如说我们先输入一个密码 点击回车以后呢 提示让我们输入密码2 我们任意输入一个点击回车 这时候就已经安装成功了 这一些内容呢 大家完全可以用看 因为这一个网页版的内容呢 已经涵盖了上面这些内容 我们直接复制这一个链接 在浏览器中打开 好,打开以后呢 这里有几项内容 第一项呢 就是一些配置信息 你可以手动去填这些信息 然后这一个呢 是修改密码重启服务 还有查询证书的 剩余添书的一个脚本的命令 待会我们去执行一下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下面是两个分享链接 然后再下面呢 是两个二维码 分别表示的是 链接1和2对应的二维码 再下面呢 是客户端工具的下载链接 好,回到这个脚本 我们复制一下执行这个脚本 看这个脚本有哪些功能 好,回到shell终端 我们粘贴刚才的这个脚本 点击回车以后呢 这里有几个功能 我们刚刚申请的证书的有效期 默认是90天 比如说我们现在执行6 查询一下 那这里显示证书有效期天数为90天 当这个有效期天数小于30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执行7去更新有效期 当然这里你也可以执行一下 但是不会更新 这里提示 有效期到2020年的8月11号到期 也就是三个月以后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修改这个抽诊的密码 比如说我们输入3 点击回车 这里提示让您输入抽诊的密码1 我们任意输入一个 点击回车 然后密码2也是 我们随意输入一个点击回车 那么这里呢 密码1和密码2就已经更新了 然后抽诊的链接1和2也已经更新了 当然对应的二维码也已经更新了 我们不妨到这个页面去看一下 打开这个页面以后呢 相应的信息密码啊 还有分享链接 还有二维码都已经更新了 大家要注意的是 之前这一个页面呢 我们刷新一下 它已经失效了 也就是这个页面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您现在是用的新的密码 所以这个页面存在的话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默认脚本当中就给它删掉了 现在我们安装的是 endings加抽诊 那我们现在再来执行一下六合一脚本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安装 V2Rain加endings也就是对应的三 那大家想一下 我们现在目前VPS上安装的是抽诊加endings 我们想要安装V2Rain加endings 那么我们在执行三的时候 它不会卸载endings 会把抽诊卸载掉 那我们来执行三 试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 它的提示信息 检测到你已经安装了抽诊 开始卸载抽诊 抽诊卸载成功 然后当然伪装网站也会给卸载掉 因为伪装网站下面有刚才产生的信息的那个链接 所以我们卸载了伪装网站 也就同时删除了刚才的那些信息 好的 这时候提示我们输入域名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是输入刚才那个域名 因为刚才的域名已经签发了证书 所以我们点击回车以后 证书不会重复签发 而是会用上一次申请过的证书 那我们来验证一下 点击回车 那么它提示开始签发证书 证书已经存在 不会重复签发证书 然后呢检测到已经安装了ingents 这里还是会问你是否要重装 既然它已经安装了 我们就不再进行安装了 我们直接点回车 那这里要注意的是V2Rain用的TLS 最新版的TLS1.3有一些客户端不支持 所以给出了三个选项 那么大家根据自己的客户端自行选择 最好选择2兼容模式 既可以用老的客户端也可以用新的 那比如说我们选择了2点击回车 这时候还是提示要下载尾端网站 因为刚才我们把尾端网站删掉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安装一下 下载完尾端网站解压 解压完成以后呢 这时候才开始安装V2Rain 好 V2Rain安装完成以后呢是相应的配置 呃这时候的UEID已经为我们自动生成了 那这时候我们如果接受的话输入Y点击回车 那这时候就已经自动配置好了 当然这些信息 还有这些分享链接 还有二维码 大家可以不用看 我们还是直接看这个下面这个链接 因为这个链接里面已经给出了所有的信息 而且比较直观 那我们已经打开了这个页面 当然上一个页面 您如果刷新的话 它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我们把之前的页面已经删掉了 那么回过头来 我们看这个页面呢 这些信息 呃都是可以 手动配置的时候需要的一些信息 同样的这个修改UEID密码啊 我们等一下再看 然后分享链接 这里要注意一下 如果您用的是ROS客户端的Shadow Rocket 那么您需要用的是这个分享链接 如果您用的是Windows 还有Android的V2Rainn的话 您需要用到的是这个链接 同样的下面二维码也是一样 如果是ROS客户端的Shadow Rocket 您扫这个二维码 然后Windows和Android客户端的V2Rainn 您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给出了客户端工具的下载链接 那这里我也不给大家演示了 大家自行打开这个链接去下载就可以了 好我们还是回到这一个 我们执行这个脚本去修改一下UEID 我们还是回到Shadow终端 然后粘贴 点击回车 那这里也是有几种不同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想要修改UEID 输入3点击回车 那这里也是给你自动生成了一个UEID 比如说我们输入回车的话 就代表我们还想重新产生一个 这里又重新产生了一个 比如说我们接受的话 可以输入外点击回车 那这里同样的相应的一些信息都进行更新 比如说UEID更新了 同样的分享链接也已经更新了 那么上面这些信息呢 可以都不用看 因为这个页面链接里面 已经包含了所有的信息 我们同样还是打开它 大家可以看到UEID已经更新了 这个链接 还有二维码都已经更新了 那么之前的这个页面呢 刷新一下它已经删掉了 因为现在的UEID啊 还有分享链接二维码都已经是最新的了 留这个页面也没意义了 所以我们给删掉了 好的这是Vitrain加Enginex 那我们还是回到XShell 比如说我们再来执行一下六合一的脚本 点击回车 刚才我们已经安装过一 安装过三了 比如说我们想安装一下二 因为目前安装的是Vitrain加Enginex 那么想要安装 然后呢Vitrain也已经下载成功了 并且删除了伪装网站 那这时候提示让我们输入域名 比如说我们还是输入刚才这一个域名 那么它不会去重新签发证书 因为我们已经签发过证书了 点击回车 这里也提示不再进行重新签发证书了 然后开始安装CADY 好这时候呢 还是要重新下载一个伪装网站 点击回车 然后这时候开始安装抽转 好我们还是输入抽转的密码 输入密码 点击回车 那同样的也产生了这么一些配置信息 上面这些我们可以都不用看 我们直接打开这个链接 所有的信息都在里面了 打开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也是同样的客户端配的信息 分享链接二维码都在这个页面了 好刚才我们已经演示了三个脚本的安装 那么我们再来执行一下六合一脚本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把VPS上安装的内容 给它卸载掉 让系统回到初始状态 那我们可以直接执行7 点击回车 那么它说检测到你已经安装了抽转 然后呢下载掉抽转 然后删除伪装网站 然后也检测到了你已经安装了CADY 然后下载掉CADY 然后下载成功 系统回到初始状态 好的六合一脚本呢 也集成了BBR的脚本 比如说您已经安装了六合一脚本当中的任意一个 想安装BBR呢可以直接执行8就可以了 这里BBR的安装我就不再进行演示了 大家可以根据提示进行安装就可以了 好的如果大家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哦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赞哦 如果想要看更多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